能夠把這個加上去,當然你不是說1,然後就是1,2,3,4,自己把它Key上去 當然頂多你是1到7,如果下面不知道怎麼樣,你要再打什麼,8,是不是 按Ctrl鍵,到14,然後再打15,再拉過去嗎,當然不是 第一個,如果我今天希望這個數字是自動會產生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插入函數裡面,第一個可以從那個我們的應該是我從全部裡面找 找一個Column,C-O-L-U-M-N,這個函數,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函數 Column,這個蠻好用的,在四串表裡面反正不外乎就懶,不外乎就列,對不對 那這個Column做什麼呢,就是你現在優標放的位置,它在第幾欄 它不會管你哪一列,它只會管你在第幾欄 所以如果你現在放A裡面,它要回傳給你1,因為你在第1欄,我可以按確定 好,那裡面要不要引述沒有,按確定 你拉過去之後的話,1到7就出來,為什麼 因為它是抓你在第幾欄,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這個時候把它向下填滿,一樣都是1到7 OK,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可以加上什麼 加上第二個函數,就是肉,這個自己打上去 肉一個小瓜糊,肉剛好跟Column是相對的 一個是藍,一個是裂,那現在在第幾列呢 第三列,那第三列,假如說這樣,我如果第三列不要加上7的倍數 可是第四列呢,就要加7的1倍,然後再下一個2倍3倍的話 那你可以想一個公式,什麼樣的公式呢 就是你列,現在這一列,第三列,你把它減掉3,對不對 肉減3就多少,0嘛,那先減,再乘上7,再打勾 那其實你向後向下就OK了,為什麼 因為肉現在在第3列,3減掉3等於0,0乘上7,還是0,不加 可是如果你向下的話,肉會變多少,4嘛 4減掉3,就變1,1乘上7,就加7,對不對 那再下一個,5,5減掉3,就2嘛,對不對 所以完全match我們的需求,很好用,非常的好用 因為很多地方都可以自動產生你要的數字,打勾 然後,向右,向下,出來了,有沒有發現 1到42,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是,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理解這個觀念 Colin加上,後面是倍數,肉減3乘上7,向下填滿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位置,不是我們要放的 如果是2009年的7月份,它的第一天應該在哪裡 你要先找出來,然後把它移到它應該放的位置 第一個,第二個呢,7月到底是幾天呢 那我們自己看是知道是31天沒錯嘛 那31天以後的話,就不能出現了,對不對 這是邏輯,所以第一天的位置,跟總天數你要先做出來 再來的話,它就可以自動幫你產生結果了,OK 大概是這樣邏輯,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表格先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